馬路上沿路都是長長的遊字 這些都是公車留下來的 只是當事司機根本沒發現 就這樣一路開回公車站 害十幾名用路人經過慘摔受傷 機車多處擦傷掉漆 甚至有外送員直接滑倒 摔斷七個肋骨 警方貨報先擺上三角椎 並通知環保局 但經過半小時才有人到場處理 十一號晚上 基隆市公車處一輛203路線公車 司機下班後去加油 結果在返回途中狂漏遊 導致沿線大約一公里 從新豐鄉北寧路 一直到和平島公車站 道路留下一條油字 一直到早上還能清楚看見痕跡 隔天趕緊派員檢查到底哪裡出問題 修車廠初步研判是引擎內連桿斷裂 敲到殼體造成破裂 採鳥貨 第一時間基隆副市長 也到醫院慰問傷者關心傷勢 更表示是否會負責到底 後續警方會通知駕駛道案說明 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治單處罰